原住民移居都市人口比例越来越高 根据原民会统计 全国原住民族总人口数约有53万 都市原住民族人口数就高达24万以上 原民会104年6月统计资料 看到现在台湾原住民族居住人口 主要住在新北市和桃园市 行政区原住民族人口比率高于全国平均值 基隆市七都跟新北市瑞芳和台中市大度 原住民人口比率也相当高 另外再从这张统计表来看 台湾原住民族居住地区不再局限于山区 都市化地区的原住民比率已经超过50% 人数最多的阿美族更有7成居住在都会区 萨基拉雅族则是移居都会区占最多数的族群 高达76.9% 在台北市工作超过10年的Zawa说 因为家乡花莲市工作机会缺乏 逼不得已选择来到都会区发展 甚至长期居住 因为自己在部落的话可能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 或者是薪资上面有比较好的待遇的工作 所以大家会选择来到北部或者是到高雄 或者是台中这些都会区来某一份职业这样 1960年代之后 由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持续扩张 造成各原住民族的原居地 先后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 自己自主的传统生活受到剧烈改变 造成原住民族不断移居到都会区来谋生 但是原乡部落又是哪些族群居住比例高呢 统计显示泰雅族和布农族是台湾山区 乡镇人数最多的原住民族 泰雅族有八万四千五百九十四人 布农族有五万六千零四人 阿美族则是平地人口最多的原住民族 有二十万七百四十八人 虽然族人因为工作等因素分布在各都会区 但族人心里认为能在自己家乡部落工作谋生 是最好的选择 可以究竟照顾长辈 也可以不用脱离母体文化